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上一集講了一對一的能量治療師課程 今集我想介紹一下能量療癒班 能量療癒跟普通靜座或冥想的分別是甚麼 靜座和冥想是一個基礎 靜座和冥想可以將人的腦波和身心狀態 帶到一個平靜的狀態 而在這個狀態之上 其實我們可以再做多一步 就是我們運用我們的意識 能量療癒班會教學員 怎樣運用他們的意識 去達到很多對身心有益的好處 例如更健康更加開心 甚至乎夢想成真等等 這些都可以通過意識的運用去達成 坊間也有些報道 有些人可以放在兵裏 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都不會身體受損 如果正常人可能已經凍死了 但那個人的分享就是 他在做這個創舉的時候 就會想像自己身體內 不斷有很多熱能產生 其實他這個想像方法 就是我現在運用了一個意識的力量 令到他身體能夠抵擋這個冰凍的狀態 而能夠保持健康 這就是意識的力量 對身體能夠產生作用的一個例子 能量療癒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講多一個比喻就是 如果一缸很多魚 很多條金魚的一缸魚 我們再放一條魚下去 其實對整缸魚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清理那缸水 而我們就成為唯一一條 跳下去那個魚缸的魚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那就等於如果我們能夠 將我們的意識或者思想 清理得很好的時候 我們再放一個很好 很有意義的意念下去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在這個狀態發揮得很好 能量療癒班就會教導學員 如何進一步在正座基礎上 再達到使用意識去產生 一個對身心很好 很正確的一些影響 多謝大家收看 梁振 Bä 我 不 有 昨icas